哈囉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史上超慢部署的開箱來啦 沒有錯 在我們先前有一支補2020醜張的那支影片裡面 有網友留言或者是來私訊問我們 關於Marco小畫室的這一個4G童話之招帶 很多人說這一套真是精緻又可愛 沒有錯 我就覺得說好像不放他做一支開箱特製的畫質 太對不起他了 那其實我們是在去年的時候 就跟我買了這一款又豐富又飽滿又多彩故事的作品了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它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它吧 Marco小畫室的4G童話紙膠帶 裡面有4款5公分寬的紙膠帶 還有燙金盒紙貼紙 材質是霧面的日本盒紙UV印刷 自帶離心紙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代表春天的愛麗絲 它這一卷比較特別 裡面沒有明確畫出愛麗絲本人 但其中像是有一些寫著drink me的小瓶子 或者是鐘錶 還有躺在茶杯裡面的小動物這些元素 都是屬於愛麗絲故事裡面具有的特色產物 整體來看它顏色很粉嫩 非常具有少女同格 接著我們來看的是夏天 主角很明顯就是美人們啦 搭配這些可愛女孩的是色彩很明亮 鮮豔的花朵和貝殼們 清涼又俏皮的夏日感想讓人大唱 iffsirling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秋天 那秋天呢她是睡美人 秋天呢妳可以把它定義為有一點,消瘦的季節 同時也可以說是具有豐收的意象 那不管是哪一種定義啊 整體的色調都是會以紅、橙、黃、咖這些顏色來呈現的 表現出一種沉穩又溫醇的氛圍 最後的冬天是由灰姑娘來作為主人公啦 整體搭配就是藍色、紫色、粉紅色的焦疊 偏冷色調的夢幻氛圍呢 因為融入了一點粉色 就替灰姑娘加了一匙的可愛的臭皮唷 那介紹完這四卷指腳帶之後呢 我們不妨把它們拿來做成四季的賀卡好了 那我之前在補手當的時候呢 我已經先把一些循環剪好了 剪下來就是這麼的大器這麼大張欸 你看看 真的比 他隨便這樣一貼貼一圈應該就是很漂亮的一個故事了 或是把專門貼一個次數 蛤 嘴巴 带点神秘色彩的小猫 是这张卡片的主角 用爱丽丝梦游先进的元素 让角色们在花卉中俏皮的跳跃 蝴蝶也跟着飞舞 小美人鱼在追逐玩乐 还有可爱的小鱼 穿梭在贝壳和花卉之间 整体营造出一种愉快嬉笑的氛围 仿佛可以听见他们的歌声 这美人沉睡在小精灵的守护当中 关键的织布机依然在嘎嘎坐上 遥望远方的城堡 不晓得巫婆又在策划些什么 千鹿瑞拉匆忙在午夜离开 遗留的玻璃鞋也正在等待着主人 不晓得在下一个午夜到来之前 可以找到她吗 就是如果以这种童话故事来讲的话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童话故事 Oh my god 其实童话故事的公主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贝尔 但是这一面很可惜 没有 十分以后跟贝尔咯 好 走 走起 走去哪里 好 那我们就立刻来开箱啦 再一次 我可能接不到 好 我试试看 你打你的脸 啊 然后我丢得超久 这套纸膠带真的是非常具有故事性和主题性的华丽作品 不管是简单的用在手机上 或是把它们拿出来做成卡片都非常适合 如果您对这支影片或是这个纸膠带系列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欢迎人员告诉我们 手作之路 手牵手前行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